由财团法人进化文教基金会出资 买下的读货电影 金融的手营会 今天在暖暖教师研习中心举行 市长张通荣也出席了记者会 宣示反读的行列 包括市长张通荣 卫生局副局长韩公然和静耀法师 一起将纸醉花反读贴纸贴在手掌上 象征反读 由财团法人进化社会文教基金会 与金融市毒品危害防治中心 共同举办的毒货电影金融手印会 让大家认识毒品的可怕 他总是这样吸毒迟早会出事的啊 那你有没有吸啊 没有啊 那你有没有卖呢 我真是不想去卖的 那次打架你也知道吧 小华后来找人来砍我 其中有一个还是我爸 他最主要就是因为 一个父亲啊 那么吸毒 那么加入了帮派 然后因为他的这个黑道老大的这个压迫呢 那么就把他的儿子推进去卖毒 那么从这个卖毒延伸到他的女朋友的父亲 也被黑道的控制去帮忙制毒 那么最后在他女儿的这个疏导之下呢 他想要远离这个黑道的这个 跟这个制毒的这个事情呢 后来跟黑道就产生扭打 最后枪切打到他女儿的身上 他女儿终于因为此而丧命 这个延伸了整个的家庭的问题 跟社会的问题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们希望借着这个读后的电影啊 的播放能够让我们的国家幼苗 那么能够知道毒品 它本身危害的种种的问题 参加电影首映会的市长张通荣 地检署检察长涂达仁 除了其身宣誓反毒 也对毒品危害防治中心 这几年来在防治工作上的努力相当肯定 基隆市呢 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啊 是在95年的8月份成立 那么在96年的这个上级的考核啊 我们是敬陪莫座 到97年以后啊 我们在地检署啊 我们图检察长地检署主任检察官 检察官大家一起呢 给我们的协助在我们警察局 在我们校外会 以及我们卫生局 社会处 我们的民政处 还有我们的教育处 一起的努力 我们从97年开始 我们防毒的考核工作 年年呢 得到优等第一 基隆市卫生局 在市政府的团队合作之下 包括了教育处 民政处 社会处 还有警察局 我们共同为毒品危害防治工作 共同努力 这一部读获的香港电影 全长87分钟 以真人真事改编 未来影片将在校园 及邻里播放 让反毒的教育深入基层 记者黄少民采访报道